歡迎收看本週環語快訊 今期第一站我們來到法國巴黎 在巴黎奧運會進行得如火如途之際 巴黎奧運會中國之家舉辦了一場活動 邀請法國當地青少年體驗中國傳統體育 一位法國的女生學習了中國武術六年 非常熱愛中國功夫 我追蹤了我的弟弟和父母 他們開始前面 我繼續 活動還提供了親身體驗中國傳統運動的機會 例如速谷、頭湖、中國書法和七線製作 本次活動有超過30個法國家庭參與 亦有來自中國的義工 展示中國傳統體育的磅薄歷史 中國之家的活動不僅是一個平台 更是一個橋樑 出盡了中愛文化的交流和理解